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我們今天大家要來玩中央線以日遊 首先我們第一站就是從超好玩的吉祥寺出發吧 吉祥寺從車站一出來就有一條Sun Road的商店街 然後左邊這條叫做呆壓街 這兩條都是還蠻好逛的有頂商店街 那除了剛剛我們提到的就是有兩條有頂商店街 就是可以買很多什麼日常的東西啊 或是可能有一些ABC Mart之外呢 平常你會來吉祥寺這邊大概逛什麼 這邊其實大型的日系超多品牌都有 比如說United Aeros、Beams、Urban Research 這幾家就大的全部都有 然後百貨公司裡面也有一些 當然好像沒有什麼LV等等的大牌 但是也是有一些像什麼Coach等等的品牌 我記得都有 然後如果像我也蠻喜歡登山用品的 所以像什麼石井Sports吧 我記得那就是一家很大的體育用品店 然後North Face在那邊也有旗艦店 然後到什麼Nike啊 我相信愛迪達那些全部都有 所以基本上你能夠想到的 平民到中高價位的品牌 應該這邊全部都有 其實基本上扣掉最高端的經典以外的東西 大概都找得到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卷包含 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所以這邊有冬季百貨店 然後車站的另外一邊也有Paruco給逛 好我們早餐就來吃這邊有名的吃茶店 五藏野文庫囉 好那這家店在1985年的時候就開了 那也是Tahweleku的吃茶店百名店喔 像我個人啊 就還蠻喜歡這種 有點算昭和風 然後有歷史感的咖啡廳 這是Blend Coffee 加上起司吐司 好啦我來吃我的起司吐司 那還給鹽跟Takrasco 就怕你覺得味道不夠的話可以加這兩個 哇它起司量給超多的耶 對喔 從這個側面都可以看到有厚度 真的 那我點的是一般的就吐司加奶油果醬 還有附一個小的沙拉 然後另外我點的這個是炭燒咖啡 嗯 這個咖啡很香 嗯 蠻好喝的 耶吃飽囉 超爽 我覺得吉祥寺這邊跟自由之丘有一點像 就是它是一個腹地裡面 沒有到非常集中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一家一家的小店可以去找 像我剛剛喝完咖啡一出來就發現 那個前面那家鞋子店 然後裡面就是有買那個Vegia 就是我老婆有買的一個 好像是法國還哪裡的一個鞋子的品牌 然後現在這邊隨便走一走也有家具店啊 這有個超大的Nike round 對有一大間Nike 然後剛剛還有經過ZARA什麼的 對 所以可能大家可以花時間在這邊慢走 然後可能會發現蠻多有趣的店家這樣 對 好另外這家目前沒有開的那個SATO 炸牛肉餅是非常有名的 每次來都會排隊 還有超級巨大七層樓UNIQLO 去吉桃公園的路上還有這家分數超高的Chai Tea 這家店啊3.74分 然後也是2022的咖啡百名店 那我們剛剛那個Chai Breaker其實就在公園的入口 所以我們直接喝完呢就可以在吉祥市集中公園散步囉 我覺得我們剛剛在聊天就講到說 雖然這是第一站 但是因為吉祥市實在太好玩了 所以我們就不小心待了有點久 然後去了比較多地方 對而且我們今天其實早上吃早餐的地方 跟剛剛Chai Breaker其實都是知名的名店 我們剛剛發現說其實週末的早上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參照我們的行程 如果下午的話我相信這兩家店應該人都爆門了 對啊 實際上是這裡難怪數次入選為 就是關東地區吧還是全日本 反正就是大家最想住的街區的第一名這樣子 對 就連我們兩個都真的超想住的 對啊 這裡纏連超多年了 對啊 這邊還可以踩天的船 但都市傳說呢 就是騎女來這邊踩天的船的話就會分手 這邊還滿多就是戶外用品店的旗艦店 像比方說我身後這個Patagonia 還是我的愛牌之一啊 我們從吉祥市來坐車10分鐘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站高原次 Let's go 那南口的帕路商店街啊 一路上跟家小巷子裡面有超多古著店 如果愛好古著的人一定要來這邊尋寶 這個帕路商店街啊大家可以看到 一樣是有頂 然後所以跟剛剛吉祥市的有一點像 對 基本上也是生活機能啊 就是包含餐廳啦 超商啊 鞋子什麼的都有這樣 那這邊連鎖服飾品牌其實比較少 那比較多的是二手 就是賣衣服的店 一些古著店 像我身後方這個 對馬上有一個2nd Street 超大的 那其實這邊最強的古著店啊 不是在大馬路或是像商店街裡面 而是在小巷子裡面 所以建議大家最好做足功課之後呢 再來這邊尋寶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坐東橋太多年 然後再加上你剛好住高原市 對 然後所以我內心就一直覺得 喔高原市就是一個已經很夯 然後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然後我前一陣子其實就有看到一個 算網美KOL 然後他就有介紹說 我發現東京一個新的 就是逛街的好地方這樣 然後就介紹高原市 然後那個view還蠻好的 然後就想說 喔原來其實高原市在 可能大部分的人的心中 還是比較屬於一個 呃 算私房景點吧 所以東橋做了7年 介紹那麼多次高原市 還是沒有把高原市的這個 帶起來是不是 好等百萬訂閱 欸 大概還要再15年 欸 到時候YouTube會被清 東北了對不對 對 已經變AI了 對對對 不得不call out一下這家Safari 這家Safari是 我見過就是運動用品品牌最多的一家 所以我自己個人也蠻喜歡來這邊看的 而且我有發現吉祥寺這邊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古著很夯 所以很多很有型 穿得很酷的人 都走在路上這樣 對阿以前我剛搬來這邊的時候 十年前 然後我就看到路上有一些 就頭盤很刺的 我就覺得完蛋了 這邊應該自然不好 其實我發現其實只是 大家的打扮而已 對阿而且他們穿得很 很有型阿 跟你在就是比如說 新宿或澀谷會看到的人 又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了 對 這邊的店家很多都還蠻有設計感 對阿 欸他們其實都有專攻自己的主題 像有些是賣軍用風 有些是賣就是那種 美國那種很有名的那種 Heavy Metal 的那種 T-Shirt 那其實高原寺阿 就真的有高原寺 那在南口大概走路 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來到高原寺囉 來高原寺這麼多次 第一次來高原寺 可以知道這個高原寺 其實是完全沒有觀光客對不對 對阿 好我們中餐要來吃一家 目前我心目中 接近第一名的拉麵店 山羽酥 如果你今天查高原寺阿 第一名 就是這家店了 現在已經吃到有那個 Foodgasm 對 食物高潮 然後這家我吃兩次 但是他在我 因為我其實拉麵擺明店 我也吃過不少家 然後這家真的是我個人口味心目中的第一名 他的湯真的 就是 我覺得很鮮啦 然後不會很膩 應該是 是醬油的 然後他的那個兩個叉燒阿 一個是肥的 一個是瘦的 但是叉燒吃起來真的是非常軟爛入味 然後也完全不油膩 然後包含手乾 然後包含他的麵 是大概是中間粗度的 然後吸附了飽飽的糖質 口感也超棒 總之這一家 就是對我來說就是完美的拉麵 一吃完之後會讓我騎 唯一的拉麵可以讓我騎 美食雞皮疙瘩 大概只有這家 我們高原寺跟中野這兩站的行程 把它用散步和平在一起 所以我們剛剛高原寺走到三宇宿 吃完午餐 從拉麵店其實走到 我們現在所在地中原 中原公園大概只有十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這兩站 我覺得接起來會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個行程呢 就是台灣人超愛的 Nakano Broadway 那邊有超多公仔以及手錶可以買喔 對啊 上次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文章還是影片 我才發現原來 Nakano Broadway的錶阿 真的超強 對 它可以買到好像蠻多老歷史的吧 我們是沒有研究 但是根據有在玩錶的人 好像真的很厲害 對 好 我們現在散步來到了 Nakano Broadway 我們還是簡單的說明一下 Nakano Broadway這邊是什麼呢 這邊應該是動漫 御宅族跟手錶的愛好者 最喜歡的地方 因為這邊賣很多公仔 然後而且都是那種二手有歷史的 然後我甚至有時候 還會看到賣那個動畫的原畫版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貴 那我自己本身大概也是 一個月後來這邊一次 即便不買東西 我覺得看看這些東西 我覺得也蠻棒的 而且重點是 它長得像萬年大樓 哈哈 請問各位觀眾知道這邊 多少的作品呢 從Nakano Broadway一出來呢 就可以到Sung Road商店街囉 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早上 這三站 竟然都有油頂商店街 因為這三站 生活機能都非常好 那生活機能非常好的地方 通常都有商店街啦 好不要以為我們行程已經結束了 我們現在要到超級大景點新宿啦 那撇開就是Fashion不談啊 其實這邊也是電器行的大本營喔 新宿西口這邊的油的巴西亞 真的超誇張的 有超過十棟以上讓你逛到爆炸 這一棟是專門賣遊戲相關的 這一棟的話是賣休閒娛樂 然後還有玩具 然後這一棟是賣Travel相關的用品 然後這一棟是賣Travel相關的用品 東京走橋最愛逛的 CAMERA綜合館 好那新宿這邊呢 我們在這個中央線 一日有可能就不會強調太多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新宿有什麼東西啦 對啊這邊基本上逛街的天堂嘛 十幾家百貨公司 然後電器行 然後再來就是再加上這邊是 那個轉車必經之路 那我們從新宿車站南口 這邊出來除了有Lumine二館之外 然後往這個New Woman 然後再過去那邊 還有高島屋可以逛 超好逛 東南口出來這邊就有一家 這個叫Flag 然後再過去那邊 就是東口Lumine Est 好那新宿這邊呢 非常的好逛 接下來呢 我要去逛Big Camera 然後完成老婆交付的任務啦 這棟Lumine Est還蠻適合少女逛的 好我們新宿這邊大豐收之後呢 大概就這樣結束啦 好那我們現在趕快前往四肢谷 因為冬天天氣比較容易暗 所以我們趕快出發吧 那我們會挑四股這個地方 是因為人潮比較少一點 然後這附近還蠻適合散步的 那如果你是沒有那麼喜歡走路啊 或是說你在新宿 想要逛久一點的話 其實今天的行程 大家也可以自行做調配啦 對啊像我就覺得如果 甚至新宿不用逛嘛 有些人應該在吉祥寺 就可以晃一整天了 所以吉祥寺 高原市加中野 我覺得還蠻適合情侶的 因為各取所喜歡 就是各個有喜歡的東西 有很喜歡逛街 有很喜歡買公仔等等的 就不用也不用特別觀察新宿 對啊其實我們介紹的各種 一日遊或行程 大家都可以看完之後 自己研究一下 把你喜歡的部分 拿出來用這樣 那我們中央線一日遊最後一站就是 東陰車站 看到這個建築就知道啦 那東陰車站最推薦的就是 玩之內這邊的 Illumination 冬天的時候限定的喔 Illumination 從11月中一直到2月中 持續的時間還蠻久的 我們大概走個3分鐘左右 就來皇居的外圍這個部分 這邊不消費光是散步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對啊這邊其實 我們其實黃昏時間來 反而我覺得 那個趁著一點暮色 真的蠻漂亮的 哇超美的這邊 那我個人超級推薦 我身後方這個 漂亮的Starbox 所以它可以看到前面的 噴水池 然後也可以看到整個黃居 那本身的星巴克裡面裝款很漂亮 接下來就帶大家逛逛 冬天限定的 玩之內重通Illumination吧 那不要覺得 東京車站只有車站還有Illumination喔 東京車站其實也蠻好逛 像玩之內這邊啊 這玩之內大樓這邊呢 有BIMPS 然後上面呢 有United Airs 超好逛 很大間 那我左邊呢 這邊有江之島 我們吃過超好吃的 義式料理Gard 然後右邊呢 是現在目前超級流行的十豬鳥 好 我們今天的晚餐呢 算是小小飯一點歸 然後走了大概十分鐘 然後來吃一下叫做Dominica的咖哩店 湯咖哩 那大家知道啊 其實我們今天每一餐都吃白零天 我們連晚餐也不放過 這是咖哩版零天2023啦 好 我點的是三種肉 然後加上八種野菜 那我選的湯底是那個 豆漿的湯底 我喜歡那種豆乳那種 怎麼有有點奶味的感覺 讚 好 那我點的是一般的 Original的湯 也是經典的湯咖哩的味道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香料味 更濃一點 然後因為我今天點的是二號的辣 所以有一點點微辣 可以好好吃 吃一個牛肉 可是有炸過的 還不錯 滿香的 湯咖哩加飯 好 吃飽喝足了 我們接下來去看夜景吧 哇 又大豐收了是不是 對我剛才講到Snow Peak 的事情 然後結果我就進去就被燒到 就買了Snow Peak 的一個背心 然後呢 維恩也是幫朋友買到 Onscar Tiger的鞋子 日本限定環洞 沒錯 耶 那我們來去Teledin 看一下夜景吧 Let's go 我們現在在那個電梯已經移動到了新丸之內大樓了 然後要來看今天最後的夜景啦 好新丸之內的七樓也是有很漂亮的夜景 這邊跟剛剛Kite看過去是不一樣的景色喔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中央線 一日有啦 其實中央線很多不同的車站以後 東橋再介紹給大家看喔 我是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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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